北京时间1月10日,勇士也公布了跟骑士的首发阵容,汤普森名列其中,另外4人分别圣库里,维金斯、格林和卢尼,值得一提的是,这是水花兄弟时隔941天再度合体。 尽管这是941天后首度回到场上,而且经历了两次大伤,但是汤普森首发出场并不让人意外。 就在赛前,主帅科尔多次强调,汤普森复出就会直接首发,当你能在29分钟内得到60分时,教练就应该让你首发。 克莱当然会首发,这就是我们的计划。 对于汤普森的回归,库里相当开心,他直言,克莱为了从伤病恢复付出了太多的努力,他应该向全世界展示他的实力,他是球队的精神支柱。 事实上,最近的勇士也急需汤普森复出来帮助球队找回进攻和防守的感觉。 过去5场比赛,勇士输了3场,他们进攻效率百回合只能得到101.8分,排在联盟第28位。 而且,勇士最引以为傲的武器三分球也是失准,过去5场场均只能投中10.6G3分,排在联盟第25位,3分命中率只有33%,排在联盟第20位。 重要的是,汤普森复出也有助于库里减轻身上对手的防守压力。 有汤普森在身边,对手不敢继续疯狂包加库里,因而汤普森的回归或许也有助于库里找回准心。